老闆娘 小青年 怎么了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啊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认识的考虑过我 我们 其实在没有认识你之前 我是不想认识的 为什么呢 我给你说一下我们家里的情况 好 我们家里的人都是农村的 他们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 任何给人的东西 这些 我想有一天 我也会讲 我不可能一直待在他们的生活 对 所以我想通过自己的旅行 给他们一些稳定的生活保障 嗯 其实这几年 我就是也没有任何的抗战 像你的财迷油盐 都是我一个人 对 对 然后你的负担是怎么做的 特别多 我想趁这几年多换一点钱 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 怎么会 所以你要顺重考虑一下 和我在一起会不会拖累 几年 嗯 嗯 假设以后 咱们两个要在一起 然后咱们能够走到结婚的那一步 你的爸爸就是我的爸爸 我希望他们一生都永远这样 但如果他们一旦有什么小灾 小难或者小病 甚至生活上的压力 我都会和你一起去想办 你的家 你都住在 你知道吗 曾经你一个人扛的 现在 我来了 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 今天 啊 所有的负担 我都会同意去想办 这又怎么了 对吧 那你的不都是我的吗 你的父母不都是我的吗 对吧 嗯 嗯 爱情本来就是充满未知的 和谁在一起都是谷 都是冒责 但最重要的是你想和谁一起去冒责的心 钱虽然很多 但钱都是全部的保责 爱情是 嗯 到家了 那你上去吧 但是我可能今天就只有在车上对付一秀了 为什么呢 嗯 钥匙丢起来 嗯 今天 今天 太迟了 我的明天 找师傅开宿 开晚了 今天开晚了 找不到 没得行 没事 哈哈 哎 你不用管我 今天 好没事的 我没事 我先回处休息吧 嗯 好了 哎 哎 哎 今天 怎么了 我也没带钥匙 哎 哎